若望一书第二章 我的孩子们,我给你们写这些事,是为叫你们不犯罪,但是谁若犯了罪,我们在父那里有正义的耶稣基督做护卫者,他自己就是赎罪计,赎我们的罪过,不但赎我们的,而且也赎全世界的罪过。 如果我们遵守他的命令,由此便知道我们认识他,那说我认识他,而不遵守他命令的是撒谎的人,在他内没有真理,但是谁若遵守他的话,天主的爱在他内才得以圆满。 由此我们也知道,我们是在他内,那说自己住在他内的,就应当照那一位所行的去行。 可爱的诸位,我给你们写的不是一条新命令,而是你们从起初领受的旧命令,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的道理。 另一方面说,我给你们写的也是一条新命令,就是在它和你们身上成为事实的,因为黑暗正在消逝,真光已在照耀。 谁说自己在光中,而恼恨自己的弟兄,他至今仍是在黑暗中。 凡爱自己弟兄的,就是存留在光中,对于他就没有任何绊脚石。 但是,恼恨自己弟兄的,就是在黑暗中,且在黑暗中行走,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,因为黑暗弄瞎了他的眼睛。 孩子们,我给你们写说,因他的名字,你们的罪已获得赦免。 父老们,我给你们写说,你们已认识了从起初就有的那一位。 青年们,我给你们写说,你们已得胜了那恶者。 小孩子们,我给你们写过,你们已认识了父。 父老们,我给你们写过,你们已认识了从起初就有的那一位。 青年们,我给你们写过,你们是强壮的,天主的话存留在你们内,你们也得胜了那恶者。 你们不要爱世界,也不要爱世界上的事。 谁若爱世界,天父的爱就不在他内。 原来世界上的一切,肉身的贪欲,眼目的贪惧,以及人生的交涉,都不是出于父,而是出于世界。 这世界,这世界和他的贪欲,都要过去,但那履行天主旨意的,却永远存在。 小孩子们,现在是最末的时期了。 就如你们听说过假基督要来,如今,已经出了许多假基督,由此我们就知道,现在是最末的时期了。 他们是出于我们中的,但不是属于我们的。 因为,如果是属于我们的,必存留在我们中。 但这是为显示,他们都不是属于我们。 至于你们,你们由圣者领受了富有,并且你们都晓得,我给你们写信,不是你们不明白真理,而是因为你们明白真理,并明白各种谎言,不是出于真理。 谁是撒谎的呢? 岂不是那否认耶稣为墨西亚的吗? 那否认父和子的,这人便是假基督。 凡否认子的,也否认父,那明认子的,也有父。 至于你们,应把从起初所听见的,存留在你们内。 如果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,存留在你们内,你们必存留在子和父内。 这就是他给我们所预许的恩惠,即永远的生命。 这些就是我关于迷惑你们的人,给你们所写的。 至于你们,你们由他所领受的富有,常存在你们内。 你们就不需要谁教训你们,而是由他的富有教训你们一切。 这富有是真实的,绝不虚假。 所以这富有怎样教训你们,你们就怎样存留在他内。 现在,孩子们,你们常存在他内吧。 为的是当他显现时,我们可以放心大胆。 在他来临时,不至于在他面前蒙羞。 你们既然知道他是正义的, 就该知道反女性正义的,都是由他而生的。